已知的实相 二 第九篇 战药回顾 刚硬的角色阻碍内在自我的表达与显化 柔软而不软弱 坚韧而不倔强 通透而不空洞 灵动又有所坚持 这种种微妙的内在自我平衡 犹如优雅的在钢丝上行走 摇摆而不失稳健 凌空高举又脚踏实地 舞动着犹如艺术体操般的美 举中若倾间踏入空谷与苍穹的交界 学习一门陌生的语言需要多久 因人而异 语言环境与反复使用练习是关键 心灵的语言同样需要你去聆听与学舌 很多人学了一辈子 却一脑子浆糊说不出来 张不开口 表达是自我梳理的过程 让知识归类 让知见流淌 让自己看到自己尚且亏缺的环节 与卡顿的认知隐藏在何处 人生是由片段构成的 每一个当下都有多种可能的片段 在资料库中 它们因内在频率的不同而形成分隔 而你依据自己当下的意识频率 去激活某一个 成为你所经历与记忆了的唯一真实 但那些你未曾经历的同样的真实 同样在发生 有时会因为一时的恍惚 导致显向窜台 无意间看到其他的自我 犹如鬼魅 同一个频率中的同一个实相里 不知你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灵魂 很可能与你搭戏的好几个其他角色 都是你自己演绎的 而这种可能性比你想的要大很多 善待他人 尤其是和你演对手戏的冤家 对等体验中 另一面也是自己的几率 超出半数 耶稣说 爱你的仇敌吧 那是通往天堂的密钥 谅解那些亏欠了你的人 犹如父神豁免了你的罪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前 我们首先要把之前的要点名词顺一遍 这样后续的名词才不会乱 从大往小排列 首先是一切万有 一切万有是无形无智的纯意识 它的意识分化出无数的心智 借由意识让能量学员化成威力 形成存有 存有没有具体形状 如物似烟 无形无相 驱动存有的是它内在的心智 心智依据自身心意 对不同意识面向展开对等的探索体验 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得失生死离合悲欢 不同的意识面向被叫做人格 一般一个完整看似独立的角色中 拥有一个意识面向 即一种认知与行为模式 一个心智面 但如果一个载具中同时承载了多个不同的意识面向 表现出不同的认知习气行为模式 就叫做多人格 一个载具内出现超过一个人格时 被叫做人格分裂 这多出来的人格 有可能是主人格的一条分支 那就是自我人格分裂 也有可能是其他失去载具的人格 长期或短期的进注入你的载具中 比如真处于通灵状态时 其他客体人格通常是无法进注你的临时专属载具的 临时 因为角色载具是公共资源 你只是借用这一角色体验这个人物的一生 但如果你宣称对自我载具放弃管理权 或请求灵体进注到自己的载具中 好让自己表现出超人的能力 那就不能说客体人格没有尊重你的自由意识了 很多时候好借不好还 比如出马仙 人格是一个意识面向上的探索主体 比如我要探索人或动物或精灵或非实体有情之灵 不同的频率角色 不同的生命体验 不同的社会结构 不同的生存架构 这时人格需要被细分入人格片段 即不同的角色走向 比如约瑟与鲁伯 就是两个在同一人格 人类上的对等发展 约瑟分化出赛斯 赛斯又分化出弗兰克 这是一系列人格上的分化 而每一个人格 又都演绎过不同的角色 每一个被演绎过的角色 形成片段 每一个看似独立 实则一体的片段 人格片段 人格 存有 其内在贯通着心灵 心灵与心智不同 心灵是内在的那个灵 心智是灵的智 灵有其品性 叫做灵性 有其觉 叫灵觉 有其感 叫灵感 灵的智反映在 其对万物认知的 通透全面程度上 会在这里 是其理解事物的 准确与敏锐程度 智慧是成熟的灵 唯一真正想要的 片段在各种场合 年代 星球 文明 维度中 使用的各种角色 都是角色我 罗 真 都是角色我 他们之前演绎过的 大画家 香料商 罗马军官 姐弟等 都是角色 角色不光是在 前台架构一种 后台的灵体们 同样也都是角色 只不过是 更大的角色而已 甚至到了存有 也还是角色 他们统统都是 一切万有 划分出来的 层层角色 不光光 有形有像的是角色 无形无像的意识物 也是角色 都是意识的 一种法身像而已 第九节 片段 人格片段 约克海滨 1963年12月18日 晚上9点 星期三 按指示 我们静静地 坐在显灵板旁边 我们俩都很累 而且没有什么心情 我们这几天的工作 都很辛苦 几乎决定不举行课程了 但是指针开始移动了 自动回答 是的 晚安 我甚至不想问问题 自动回答 希望不是因为 我这伙伴的关系 赛斯 树木和植物是片段吗 在某种意义上 所有的东西 都可被称为片段 但有不同的种类 人格片段 与其他片段的 不同处在于 人格片段 可以使其他片段 从它们自身形成 人格片段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一条蚯蚓 你把它切成两段 之后就出现了 两条功能完备 心智独立 各自运作 相互无需共生的 独立单位 在某种意义上 树就不能 人格片段 会形成 具有亲本片段 所有属性的 其他片段 比如说 感情生活等等 至于其他 所有片段都是 甩出或投射 这很难解释 我说的不好 从物质的意义上讲 这个显灵板 是木头或树的投射 但在这种情况下 显灵板拥有的属性 少于其亲本的属性 树可以生长 显灵板则不能 而另一方面 人格片段的属性 永远不会比 它的亲本的属性少 这就是差别 人格片段 拥有其亲本片段 与生俱来的 所有属性 然而 它可能不知道 如何使用它们 但显灵板 却无法学会成长 即使你把它插在土里 把一株植物掰断 然后残枝 插到土里 浇点水 它发出根来 形成一株新植物 这就是人格片段 它无法生根 只能嫁接在其他 同类植物上 生存或枯死 那就是片段 人格片段 拥有全套的器官与功能性 不因分裂而减少 片段在分化后 各自拿到不同的能力与功能 变得不再完整 母亲生了孩子 母子俩是人格片段关系 三条腿 两只手的连体孩子 手术分离后 彼此就是片段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任何仪式的当前个体 都可被称为 它整体存有的一个片段 并具有源头存有的所有属性 尽管它们是潜在的 或是未被使用的 在这个意义上 人格片段可以学习发展它所拥有的 而不是寻求新的力量 没有新的力量 正如我所说的 你朋友看到的影像 是他自己的人格片段 它包含了你朋友的所有能力 是否是潜伏的 我并不知道 这种类型的人格片段 与你朋友的起源不同 你朋友本身 是他自己存有的一个片段 你朋友看到的影像 我们称之为分裂的人格片段 或人格形象片段 通常情况下 它不能在你们物质层面的 所有层次上运作 真的朋友与真 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存有家族 而真与罗加上赛斯 弗兰克是同一个存有家族中的 每个小我都是自我家族中的一员 每一个成员都拥有 相同的能力与潜力 家族成员间 从本我到高我 再到小我 在能力上有差距 在潜能上没有差距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 能不能用 会不会用 单说 犹如一款旗舰手机 里边的功能强大 可以完成各种可能性的任务 同型号的所有产品 其内在能力与可能性 都是相同的 但这款手机 落入不同年龄段与性别的人手中 被激活与使用的能力是不同的 很多人手机都用坏了 甚至几年后过时了 都不会知道手机里多数功能的存在 更别说去使用了 另一种情况是 你可以精通使用你的手机 但是你拿着它穿越回了明末清初 没有基站 没有信号 你只能拿着照相 过两天 想要展示你的魔法 发现没电了 还没地方充电 有这样的能力 与你能使用这样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你有这种可能 也能用这一可能 并且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就是不会用 也找不到谁能教你怎么用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当今我们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载具已经是进阶版了 我们的时空维度 也支持意识版本号迭代了 但是你找不到老师 还在跟着千年前的版本号转悠 拿着十个世纪前的使用说明书 可不就落伍了吗 很少 但有时 一个个体 可能会在他自己并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一个人格片段形象 完全地送入另一个存在的层次 这个形象的人格片段 甚至可能在这另一个层次上 获得宝贵的经验 然后再返回到个体 有时 这个个体甚至没有能力 吸收这些知识 甚至没有能力 认出这个他自己返回的人格形象 你朋友看到的人格形象 就像后一种人格形象 但他与你的朋友是如此的脱节 如此心不在焉的 被送上了旅程 他的信息可能会直接传递给 你朋友所代表的存有 一个人可以在恍惚状态下 达成时空穿越 到达过去与未来 或者其他的平行石像中 在那里你会获得这里 没有的经历 经验 启迪 比如你到了十天后 记住了下期彩票的号码 你到了一年后 记住了某只股票的涨跌 去到了十年后 看到了一个爆款的理念 然后回神到今天 你去买了彩票 买了股票 开始创业 提前做爆款 搞营销 结果彩票没中 股票没涨 生意失败 你不明白为什么 原来 你一旦离开自己的十项频率 你进出的就是 另一个频率的十项 在那里 这些都发生了 并且都是真实的 但另一个平行中的真实 与你所在频率的真实 是两码事 虽然街道 人物 世界都看似一模一样 你也可以穿越回过去 去帮助自己 去警告别人今后会发生什么 去预言未来 但同样的道理 你只说出了一种概率中的可能性 你进入的平行时像 与你所在的时像不是一条线 虽然那里也有你与你记忆中的一切 不管你是去往将来 还是回到过去 你能做的只是帮助别人 和其他自我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作孽 然后自己再去体验 那伤害带来的对等体验 反作用力的平衡效果 不管你做什么 最终都是自作自受 并且是双倍 这就是平衡法则下的对等体验 意识个体增强的集中 是大势所趋 那么这些分裂的人格片段或形象 可以在当前自我不致劳累到 发狂的密切监控下存留 现在 潜意识对这个任务执行的并不太好 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给予明确的关注 地球人类进入新的意识层次纪元 这是一个必然 因为在历史中已经发生过 并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发生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版本的地球 都会进入高维意识频段 对等体验同样还在发生着 所有的可能性都会被全然地探索 所以就像是高考毕业班一样 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 但进入清华北大的 只有那么几个 这里决定你跟随哪一版地球实相 进入哪一种平行可能的 不是谁给你评断的分数 而是你自己拥有怎样的意识频率 意识频率的高低 是由对灵性真理的认知多少 通透程度 运用与掌握的深浅 对情 力 名 权 内在牵挂的多寡来判定的 考试发生在梦里 给出一个又一个模拟场景 你会依据自身的真实习气 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的行为 每天睡醒 你以为自己还在自己的卧室里 身边的人还是那些 自己还是自己 是 诱惑已经不是了 意识将会在你们星球上扩展 这恰恰就像那些超越你们层面的人的扩展一样 意识的范围在未来将会是如此广阔 以至于所有的人格片段 分裂的人格形象 甚至随后转世的个人片段 都将会明确地 毫不费力地凝聚在一起 虽然是以老牛拉慢车的速度 但却正是朝着这个方向 引导着尘世间的演化进展 因为灵界没有时间 所以人物角色与世界剧情 可以无数次地重置 换句话说 他们有一套办法 确保每一个高三的学子 都能考上清华北大 而这法子说起来很笨 但却很有效 那就是让不达标的人 无尽地重复同一角色 就好像真一样 确实是鲁伯的最后一试 但可没说是最后一次 天知道鲁伯演了多少遍的真 塞斯说出来的 就不少于七次 这里有个小秘密 如果真经历了七次 那真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人 难道也都陪着他演一七次吗 如果你三次才能毕业 全世界也陪着你演三次吗 如果你本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这种可能性很大 那你真觉得身边的一切 都还那么真实吗 细思极恐吧 别太当真 别想太多 博考能过就成 毕竟你能看到这本书 就已经是佼佼者了 在此期间 当转世在行星地球上完成的时候 存佑总是会朝着这个目标移动 无论如何 一旦在地球层面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已经转变成为他的那些人 将会以我也只是梦想的方式进行演化 现在让你的手休息 赛斯 我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吗 我说的就是我说的 我相信你得到了全部 休息一下 下面说说 那些已经毕业 即将毕业 可能毕业的人格片段 离开自己的角色后 会去哪里继续展开深造 当然 我们假设每一个学子都渴望拿到高分 并且顺利毕业 当你在地球这个学府 即将完成指定的课业时 你会进入最后的一个实习阶段 这个阶段被称为间隙讲师 即第九灵魂社团 实习老师的任务 就是练习 试法 传道 解惑 醒人 觉醒 利他 佛教说 这是菩萨道 当然菩萨也分菩萨与小菩萨 在于自觉与觉他的能力大小 对真理的理解程度 内心宏愿的大小 小塞斯此刻就在这个阶段中 渴望达成自己内心中的巅峰 那什么时候意味着 间隙讲师的课业顺利完成了呢 当你自己累世中 分化出去的所有意识面向 所有人格片段 所有人格都在你的帮助下 达成了毕业标准 那你就能毕业了 这个工作最初是最难的 因为一笔千万 之后 随着自己度化成 见习教师的人格片段越来越多 见习教师的队伍 在慢慢地壮大 而学生却越来越少 从开始的一个老师要带千万学子 还没人买账 到最后千万教师接引一个学生 达成完美无缺 万千自我重新同频 合成一个意识存有 进阶到下一个意识高度中 完成本阶段地球的自我集体意识的课业 达成地球园区意识面向上的 无漏人知 阿南问佛 地狱何在 天堂在何 佛说 脚下是地狱 抬头是天堂 人人只看眼前 行利己之事 即是地狱 个个把眼光放远 做利他之举 就是天堂 传到后世 就有了地府与天国之说 消esta 呢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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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